家里是有一名女子 她把这便利商店的全家当作你家 然后就自己呢 把喜欢的这个化妆品 直接丢进包包偷回家了 立刻连线给我们的记者包金颖 好那么画面当中 这名身穿紫色上衣的女子 她是手上背着两个包包 那么她假装到便利商店要来提钱 那么提完钱之后呢 她还故意很大动作的 把钱放进皮包里头之后呢 就在这个便利商店闲逛起来 但是呢逛着逛着呢 她突然呢就在这个货架上面 拿了一瓶化妆品之后呢 偷偷就把它塞进 她的这个绿色包包里头 而且偷完东西之后呢 她还态度非常从容 不急不虚的继续在逛 其他牌的这个货架 那么还在这个货架上面 假装要来挑选化妆品 那么另外呢 又再偷了好几样的化妆品 总共前后呢 她是偷了五瓶 价值两百多元的化妆品 那把化妆品偷完之后呢 她还缓缓的走出这个便利商店 那么慢慢戴上这个安全帽之后呢 才不慌不忙的离开 那么事实上呢 这些化妆品呢 大概每一瓶价值两百多块 她总共偷了五瓶价值一千块 那么警方寻线逮到她的时候呢 她是表示呢 这些化妆品并不是要来偷给自己用的 她是都要送给好朋友 但是呢她这一种把便利商店 当成自己家 她随意拿喜欢东西的这个行为呢 是已经犯下了怯盗罪 那么警方呢 还是将她依法送办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镜头交换篷内